所以说我就想叫你去成都 然后我可以带你认识很多朋友的 因为我也有很多很多朋友 真的 而且他们都会接受你的 我想我要提升自己 然后才能融入到你的圈子里面 是吧 叔叔阿姨 我只有提升自己才能融入到你的圈子里面 其实也不是说你提升自己 其实我们 我跟直播间所有的叔叔阿姨 各个姐姐们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都是希望你好 都是希望你好 不管说你做腊肉也好 还是去成都上班也好 还是怎么样 都是希望 你也说过你想独立 你自己 对吧 我也支持你 所以说我一直都在 对不对 不跨出去 走出去见见市面 改变啥 天天都做龙活 做龙活是因为家里面需要 王婆 王婆来了呀 家里面需要 对吧 叔叔阿姨们 因为农村嘛 因为叔叔阿姨们也是在农村生活过吧 不要 在农村生活过的柯克小姨 等一下 没有生活过的柯克二 他们说叫我 不要带他去见我朋友 为什么不能带金芝见我朋友呢 他们都很喜欢金芝的 他们都觉得金芝这个固念挺好的 我有很多现实朋友 然后包括公司的人 他们都有看直播的 都有看直播的 你看 金芝我 你少少拿嘛 你少少拿嘛 你 我都撞了呀 我后面还要挖地呢 对 学历不是主要的 他们叫 他们说不要跟这个男的去 我认识富哥认识一年了 然后我清楚富哥是什么样子的人 知道吧 就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可能 有的人刚进来 可能不了解 就是 一直关注金芝的 可以多点点关注 以后有时间多来了解 你们 对你们觉得 金芝能跟小富一起出去 开阔 然后 视野 掌掌见识吗 能的咱们全凭飘个衣 好不好 我们让新来的朋友 咱们看一下好吗 可以吗 全凭飘个衣 让我们新进来的叔叔阿姨 还有哥哥姐姐们看一下 这么多人 所以说那些叔叔阿姨们 就是可能你们不了解 但是你们说的 哇 好漂亮呀 叔叔阿姨们 哇 这是啥 你们看到吗 揭个图吧 叔叔阿姨们你们把屏幕清掉 揭个图 对你们把屏幕清掉 揭一个图 来给你揭一个 这真的好美呀 看到后面 光束出来了 这个有点暗 哇塞 好漂亮呀 对 真的好漂亮呀 叔阿姨们 真的好美呀 我也拍个照片 看到没 漂亮不漂亮 漂亮吗 你看这么好的祥瑞 我在在此做直播间的所有的 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叔阿姨们 真的 这个是祥瑞是吧 祝你们身体健康 叔阿姨们 我也在拍照 也在拍照 继续开过视野 金子跟小富走出大山 做市场经济见效快 金子 这儿弄完了吗 我有点口渴了 回去给你弄 我要说去搁点红薯藤 然后喂出 我们那什么 我们要不喝口水 咱们再去呗 我把那个凳子拿回去 你看你又弄得到处都 手都划破了 没有 这很正常的 干活本来就是这样很正常的 我真不想你干这个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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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去拿黑他们 他们说说他们的 咱们做咱们自己的 对不对 也没 就是没必要 哎呀 我也现在我也想得开 没必要 你每个人看待每种事情的 认知和理解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 呃 反正希望叔叔阿姨们 呃 那个 多多包涵吧 就是嘴下留得好吗 小富有福气 金子真好看 你带金子到大城市 回不回别人看了怎么样跟别人走了 你说我带金子认识我的朋友 你们担心金子跟别人走吗 我觉得不会 你们觉得会吗 叔阿姨们 太坏的人不值得牛的是吧 好的 你按个页 走吧回去喝水 好 不会哈 对 我相信金子的人品 我相信他的三观 对吧 那我来拿 拿杯 我就这么说一句话 叔阿姨们 可能这句话不是特别好听 哪怕小富变心了 金子都不会变心 我就敢这么肯定 知道吧 这句话可能不是特别受听 但是我也不会 你也不会吗 叔叔阿姨们 你们觉得副歌会变心吗 不会 叔叔阿姨们 告诉金子一个答案 副歌会变心吗 会的打个会 大家担心这个女孩长得太漂亮了 我长得漂亮吗 你不要这样夸我 金子长得漂亮 但是和她的人品是匹配的 这个就 我觉得就 不一定难说 难说 完了完了 完了 完了完了 好多人说 你会 好多人说会 你看 王翔海哥 很难说 叔叔阿姨们 你们把那个预约 帮我预约一下好不好 11月7号 下午2点钟给大家分享 我出的 第二 那时候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今天去看了还没有讯号 就还不能给大家分享 11月7号就给大家分享 行不行 叔叔阿姨们 我在这说句话 行不行 就是说如果说我变心的 你们来骂我 好不好 行不行 你们要 哪怕是我变心的 你们可不可以做我的良家人 然后替我 打抱不平 行不行 叔叔阿姨们行的 我看一下 富哥你要看一下 有多少人是站在我这里的 如果你变心了的话 他们会 不会犯过我的 对 他们不会犯过你的 好不好 叔叔阿姨们 好得打个姨 支持我的可可姨 是我良家人的可可姨 对 他们说 他们说 我会把所有的龙活都叫你干 这个可以 就是把所有的家务活都叫你干 我可以 可以叫保姆 我可以干 这个没问题 为什么要叫金字干 本来就女孩子就该干这些东西 这么多人都是你的良家人 然后你们可以帮我入一下粉丝团吗 就花个一毛钱 你们不要刷礼物 好不好 我们也不打PK 我们点点免费的关注 还有花个一毛 给我入一下粉丝团 行不行叔叔阿姨们 然后你们入了粉丝团 前面就会有金字加三个字 行不行叔叔阿姨们 有条件的就花个一毛 一毛就可以了 不要多的 他们说感觉小傅很懒 没有傅哥他不懒 傅哥是商业人 他是做生意的人 他不是这种干 我如果说 如果说以后傅哥跟傅哥在一起的人 谁都愿意去干活 因为傅哥他是一个很勤快的人 知道吗 傅哥他是很勤快的人 有些我干不来的 我真没法干 这个叔叔阿姨们理解对不对 谢谢大家帮我肉的团 对吧 主要有些我会干的就干不了 等一下再来歌 好吧 其实我觉得应该我做的事 应该是我擅长的事 我就会去做知道吗 我不擅长的事 就把那个 事交给那些擅长的人做 好不好 你们觉得我说的这种想法对不对 对的咱们打个对 放这儿吗 是吧 而且两个人在一起 我理解的就是相辅相成嘛 对吧 互补嘛对不对 就是生活嘛 生活嘛就是两个人一起 对吧 分工不同 对吧 所做的事情不同 然后 可惜了呀 这个都已经熏好了是吧 这个都已经熏好了是吧 对熏好了 但是还是要随时偶尔加一把火 还得 是柚子吗 是呀 是你给我卖的柚子 借花献薄 我还给我的名字 不要信他 你要考察两年才行 考察两年 对他们说 那好多叔叔阿姨们都说 赶紧结婚 赶紧在一起 知道吗 好多叔叔阿姨们说赶紧结婚 你们说 我们是先接触两年 还是说 不用接触两年 要用 需要去接触两年的柯柯一 不用的柯柯二 好不好 你们觉得 拿出去是吧 嗯 走 他们刚刚你问的啥 需要接触两年的柯一 不需要的柯个二 他们都说 在这边 他们 他们都说 扣 他们都扣个二 他们都扣个二 对 不需要吗 对 那好多人说 不要信他 就是 别弄这手 我姐姐 我姐姐她跟我说了一句话 嗯 她说 她说你 不要去相信任何男人的油嘴滑舌 她说 她跟你说再多的话 都 都 那个什么 她说 她说好男人就没有几个 她说 我姐姐说的 我不赞同这个观点 我不赞同这个观点 你们觉得世上有好男人吗 我觉得我不赞同这个观点 其实 那个 如果说 一个人啊 她遇到了她真正喜欢的人 我觉得这些都 那她就是好男人 对 我觉得只要我喜欢的那个人 那她就是好男人 小夫不是要喝水吗 精致在弄柚子 用柚子 对 这个柚子也可以的 我也不赞同 对 叔叔阿姨们不赞同的 咱们扣个一好不好 这个观点我呢 不赞同 很多结了婚的叔叔阿姨应该是比较 有话说这个话应该是比较有权威的 因为他们经历过 对 父强在这个大山里面生活不是很习惯 其实我在适应这个环境 你知道吗 因为 有精致在 我也慢慢在适应 有些东西 时间嘛 不用你来适应我的生活 只要你能接受我的生活就可以 我能接受你的生活呀 就是你不要 你是你 你就是不用你来适应 因为你不需要来跟着我过 就是来到我家里面来生活 只要你不介意这个生活 只要能接受这个生活就可以了 不用去适应 我在我接受你的这个 嗯 叔叔阿姨们我们没有点预约的 可以点一下预约哦 你们都点了预约了吧 到时候 因为我要随时给大家说这个事情 因为好多叔叔阿姨们在我昨天 呃分享腊肉以后 就好多人给我发消息说 金智你叫的腊肉呢 腊肉呢 然后我说我昨天已经卖完了呀 他说怎么没有通知 好的王大妈 您先忙啊 对他们说我怎么没有通知他们 呃所以说你们一定要点一下那个预约 那个预约一点开的话 到时候你们我开播分享腊肉 你们就能 能收到消息了 谢谢金子 嗯 嗯 我一直想成为 你能 托付终身的人 知道吗 我一直想成为这个人 我知道你 你是能让我托付终身的人 但是我 不需要去依靠你来 过完我的终身 知道吧 我可以跟你一起走过这个终身 但是我不去依靠你 那你不依靠我依靠谁呢 依靠自己吗 啊 那你会很累的 你会很累 我不怕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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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念不同 思想不同 认知不同 所以小傅有些心内 天天跑来大山 公司也很少去了 你们都认识一年了 那个维阿姨 那个 其实我小傅来找金子呢 其实我也 来找他 我很开心呢 因为我心里边啊 就是 我一来 我就每天我都想 想来找他 就这么 就是 那句话叫什么 就是 心里边想的 我就想去做 知道吧 不去做的话 心里边就难受 就那种感觉 你们能不能体会 说阿姨们 能体会的咱们打个 能 好不好 嗯 你姐姐说这话 肯定她姐夫 肯定你姐夫对她不够好 你姐夫是不是对她不够好 不知道 我姐夫他们很少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 因为我姐夫在成都 你姐夫在成都 是吧 我姐夫一直都在成都 赶紧分了吧 我还等着呢 你不要等的啊 分不了了 一日不见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呀 叔叔阿姨们 叔叔阿姨们年纪 都是我们的长辈 也有哥哥姐姐 因为可能叔叔阿姨们多一点 我们就叫了叔叔阿姨 对吧 有的哥哥姐姐 我们可能 嗯 我以后我就叫哥哥姐姐 还有叔叔阿姨们 好不好 谢谢 你先吃 来我喂你 你吃 给你锅子你口渴了 没事 没事 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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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大锤呀 李大锤 李大锤应该是和我差不多一个时间认识你的哈 李大锤也是去年认识我们的吧 嗯 对 是吧李大锤 李大锤之前很喜欢我的表妹 是吧 我表妹都结婚了 表妹都结婚了 李大锤我表妹都结婚了 嗯 这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嗯 金姿住在你的心里 对 就是 我心 我心里边呢 就有点小小毛病 然后全靠金姿住在里边给我支撑着 所以说 嗯 嗯 因为我前段时间不是生病了吗 然后就 心里边挂念着他就 那种 大病出狱了 然后 就第一时间就回来找金姿 对 因为我跟金姿一起 我心里边 就是 我不会紧张 而且我 我不会 幸福 县东哥 他说他喜欢燕子 你知道谁喜欢燕子 县东哥也是 县东哥也是 县东哥应该也是 以前我们应该一个阶段 你刚刚直播的时候认识他 就是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我们直播间有一个县东哥 还有李大锤 然后 林依哥 林依哥 还有龟柱哥 还有奶茶姐姐 都是跟富哥 在去年同一时间认识金姿的 我记得那个时候 他们给了一个称号 金姿的三大买主 龟柱 奶茶 富强 我孙女比金姿大 在续言啊 读研究生是吧 是不是成绩都特别好的人才能读研究生 叔叔阿姨们 哥哥姐姐们 你们觉得 我有没有住在金姿的心里边 一口一口 我刚刚问他 问叔叔阿姨们 没有人回答我 没有 金姿是个好姑娘 一定要 早就住了吗 就是有没有这种感觉 叔阿姨们 就是 我中有他 他中有我 那种感觉 住不下你了 住不下我了 住谁啊 我 我 我个子不高 也就一米七 其实我的心里面住了很多人 我知道 知道吗 你的父母 你的家人 还有直播间的叔叔阿姨 支持我的叔叔阿姨 我希望他们 都能身体健康 其实 挣不挣钱的叔叔为 提前就是 前提就是 你们要身体 东哥晚上好 晚上啊 现在是下午 下午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啊 就是 就是想那种无条件的去对他好 对吧 就想看着他 哪怕就静静的看着他 心里边就是特别的舒服 对不对叔阿姨们 你们两个人心心香 金子我们俩吵过架没 不忘记了 好像没有啊 好像 我们吵过架吗 叔叔阿姨们 吵过 你叫我走 那不是吵架呀 叔叔阿姨们 我跟富哥吵过架吗 我都忘记了 有 你就叫我走 我们认识那么久了 我一直记得你那句话 你走吧 那那句话 我一直 在我心里边 一直想着 你怎么 我每次你看 那不是吵架 你先你先叫我走 我心里边我就咯噔一下 富哥你先回去吧 我们吵过架吗 叔叔阿姨们 没有吧 老马哥 好的 我春节我带金子回家 见我妈妈 你们那边已经天黑了吗 在哪里呀 五点多就天黑了呀 沿海城是吧 王婆最感动的是 父亲生病的时候 你两个人的那种心情 就是 对金子 我生病的时候金子那个 嗯 就是特别担心我 然后给我妈妈打电话 然后 那个时候 我给阿姨打电话 我都是 我的 脚 手都在发抖 我的心都在发抖 知道吧 你们能体会那种感觉吗 就是害怕一个人 然后觉得 给他打电话 就是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 就那种心情 这种金子天天都看 有爱我孙女的感觉一样 谢谢老者 金子住在小欧 心里边都一年了 而小傅住在新凡你就不知道了 他的态度总是拐弯摸下 打断主要话题 没关系的 我要也 那个慢慢的接触嘛 等 就是 金子家里边的 因为我想过一个东西 咱们 我要 我未来的媳妇 她肯定必须要有孝心 对吧 这个摆上孝威心 我满足这个条件了吗 叔叔阿姨 你已经超越了 对吧 你这个 这个我觉得很好 我也 我觉得 你这种是很好的 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孝心的人 是不好的 那如果说 哪怕我们俩结婚了 你没有孝心的话 可能 我后边 就可能 会造成很多 家庭矛盾 你知道吗 对 摆上孝威心 对的 这个是我们中华的传统美德 我有个问题 帅吗 你们 就是认识我的人 不管认识我的人 还是不认识我的人 不管是喜欢我的人 还是不喜欢我的人 你们觉得我是一个 贤妻良母的 是一个好的贤妻良母的一个角色吗 你们觉得我是 我以后会不会成为 对我以后会不会成为一个贤妻良母的一个女孩子 你们觉得我会不会呀 会的胆哥 会不会的胆哥 不会好不好 我问一个比较搞笑的问题 搞笑的问题 会 会啊 不会 他们有人说不会 会啊 不会啊 肯定会啊 就是金子会 金子他会努力去成为贤妻良母 我相信他 嗯 会努力的去成为贤妻良母 嗯 肯定会哈 对 而 呃 因为直播这个东西啊 就是随时 有时间都可以给大家直播 而且叔叔阿姨们也以后也能看到 对吧 不管以后怎么样 大家都能看到的 而 我相信更多的叔叔阿姨们是习惯 你冷不冷 不冷 啊 冷的话我们进屋里边去 你不冷 你不冷啊 嗯